邓叔弟 我们来看一下 骆建林 爽稿 挂臂后摆前翻成倒立 后上180 后上 大回环 团伸两周 而且他还转起了180度 这个是一个亮点 成挂臂 这个是编排上比较新颖的 这里没撑住 支撑后摆 分腿前翻又四分之一成挂 提皮尔特呈旋锤 这也是一个异组的难度动作 对 它比提皮尔特难 它的难度价值0.5 这就是提皮尔特 它们两个是同样的一个难度组当中 但是呢难度价值不一样 它是D组 0.4 那个要高0.1 是的 完成质量这套动作不是特别理想 它下法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重心 这个没有完全 失去了重心 手扶地 这要扣一分 往这边看吧 往哪面 往这边 往这边 双杠这个项目上难度最高的组别交 这组一共有四个 其中就有中国选手周诗雄的一个动作 后上450度 这是刚才撑破手的一个回放 不过还好没有掉下气息 当然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了 下法的又趴地 这样的话两次重大的失误 双杠项目在编排上呢 它还完成五个组别 那么第一组呢 就是在两杠就支撑完成的 第二组别的是刮臂完成的 第三呢就是旋锤大摆完成的 第四呢就是短半径回环 向后上都属于这类 第五组就是要有下法组 这就是编排的时候要考虑 然后取运动员的十个最高难度 选手在器械上可能完成了十二十三个难度 我们看现在这个洛建林是广西的 外面他的广西队的总教练情味 在跟他说因为失误了 可能在帮他总结 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 以后要注意一些什么 所以教练员和运动员是在交流 因为体操这个项目